刘备入川 刘首荆州的四人谁才是一把手 诸葛亮只能屈居第二 建安16年211年 一周刘章灭临曹操和张鲁的压力 在张松等人的建议下 邀请刘备入川 虽然说刘备早就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但是一方面此时的荆州才是刘备的根本 另外一方面为了消除刘章的戒心 所以刘备只是带上了庞统 黄忠和魏延等人入川 而把最强班底诸葛亮 关羽 张飞和赵云四人留下来镇守荆州 那么留守荆州的四人谁才是一把手 诸葛亮只能屈居第二 我们先来看看演义中的说法 玄德约 吴宇庞世人 黄忠 魏延前往西川 君士可与关云长 张义德 赵子龙守荆州 孔明应允 于是孔明总守荆州 关翁巨襄阳要路 当亲密爱口 张飞颖四郡寻江 赵云屯江陵 郑公安 再来看看正史中的相关记载 三国志关羽传记载 先主收江南诸郡 乃丰拜元勋 以羽为襄阳太守 荡寇将军 驻江北 先主西定一州 拜于董都荆州市 三国志张飞传记载 先主既定江南 以飞为一都太守 征鲁将军 封兴庭侯 后转在南郡 三国志 诸葛亮传记载 先主遂收江南 以亮为军师中郎将 使徒林林 贵阳 长沙三郡 挑起赋税 以冲军使 建安十六年 一中目留张前法正寅 先主 史记张鲁 亮与关于镇荆州 云别传记载 从平江南 以为偏将军 领贵阳太守 代赵范 先主入一州 云领留营司马 此时先主孙夫人 以权媚交好 多将武力兵 纵横步伐 先主以云严重 必能整齐 特任长内侍 关于屯住江北 南郡有两个重要城池 一个是江北的江陵 另外一个是地处江南的公安 这里的江北指的就是江陵 孙权没有借南郡给刘备之前 公安城市刘备在荆州的中心 有了南郡之后 江陵重新城为荆州的中心 关于屯兵江陵显然是要防范襄阳的越境和繁城的徐晃 建安十三年 二百零八年 曹操南下荆州 刘表之子刘从率中投降 曹操于是分南郡之江以西至林将郡 建安十五年 二百一十年刘备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之后 改邻将军为宜都郡 下一道 西陵 狠山三县 宜都郡靠近一周又地处江陵的后方 一旦有事可以迅速西境支援刘备 同时又能支援关于 林陵 贵阳 长沙三郡靠近江东森权的势力范围 诸葛亮长期客居荆州人脉很广 刘备让他嘟嘟三郡 一方面负责后勤筹措两项 另外一方面负责和东吴打交道 赵云有两个职位 一个是贵阳太守 这个是协助诸葛亮的 另外一个是级别不高 但是权柄却不小的刘盈司马 荆州内部的治安都归赵云管辖 关于和张飞屯兵在外主征伐和防御 诸葛亮负责后勤和外交 但荆州最重要的南郡的事物 貌似他插不了手 赵云负责荆州内部防务和治安 四人分工各有不同 刘备此举显然是为了分权 不让一人独大 如果说四人谁才是一把手 这个人显然是手握兵权 都荆州是并屯兵将领的关羽 而非负责后勤和外交的诸葛亮 如果不是旁统重剑身亡的话 等刘备拿下一周 张飞和赵云肯定会入川 至于诸葛亮很大可能会留在荆州府佐关羽 此外 关羽是荡口将军和襄阳太守 诸葛亮是军师中郎将 荡口将军是杂号将军 从级别上来说比中郎将高得多 没理由诸葛亮一个中郎将 统领两个杂号将军 从刘备入川前的人事安排可以看出 四人各司其职 赵云的权柄不小 诸葛亮指挥不了关羽和张飞 演义中说诸葛亮总守荆州 也就是一把手 关羽 张飞和赵云都要听他的 这个应该不是事实 一把手无疑是关羽 诸葛亮只能是副手 每日更新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